日本政府专家伟生盲说 现在的电视技术这么厉害 在家看比赛不也挺好的 日本五家明电视台也已经排好了播出轮值表 要做从未有过的450小时 以直播为主的奥运专题节目 而且还是4K超高兴的画质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 还是取消现场观众更符合非常时期的需求 主要是现场观众引发的社会问题太复杂了 6月22号距离奥运会还有31天 在日本与国际奥委会的五方会谈 这里面是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疾人奥委会 日本奥组委 日本政府还有东京都 这五方的坚持之下 被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 顶着舆论压力和疫情爆发的风险 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昨天6月21号 五方讨论出关于现场观众的最终结果 和日本政府疫情专家组负责人 韦深茂一直呼吁的内容对照看 专家的话是一句也没听 专家说希望不要进现场观众 奥运五方决定当然有现场观众 专家说现场观众人数 应该比现行的办会要求更严格些 奥运五方决定 场馆观众可进50% 上线1万人 办开幕式的新国立竞技场 可容纳6万8千人 按规定是上线1万人 但是另外还有1万人 国际奥委会的客户 客人赞助商等等 有记者提问2万人不符合规定 奥运指南手册呼吁人们在省市间移动时注意安全 东西奥组委的记者会上 秘书长武藤敏郎说 是否奥运场馆当地居民很难判断 所以没有接受专家的意见 这就很奇怪了 在日本驾照上健康保险证 还有个人电子卡都是干嘛用的 这上面都是有住址的呀 日本对户籍地址管理非常严谨 就连银行卡都要求和住址一致 搬家都要及时修改住址的 专家说当有风险预照的时候 应该立刻转为无现场观众的防疫政策 奥运武方决定 到时候闭门讨论再决定 总之日本政府专家的建议 据说是受到了足够的尊重 但是奥运武方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后面东西奥组委要忙活奥运门票的再次抽选 筛掉超过现场50%的那部分持票者 这个抽选是以购买者为单位 比如买了一家四口人的门票 没抽中的话四张票都要退掉 当初东西奥组委卖掉448张门票 因为延期已经退掉了84万张 现在按照场馆上线的规定 还要再退91万张 东西奥组委的票务收入900亿日元 要缩水一半 这是对观众的管理 对运动员等大会相关人员的管理方面 东西奥组委提出 要阻断奥运选手奥运会相关人员 与当地民众的接触 实施从奥运村到比赛场馆的闭环管理 这个操作手法也很令人耳目一新 要乱就乱在奥运村里 如果它真是一个全封闭的泡泡的话 可惜并不是 为各国奥运代表团服务的翻饮 餐饮等志愿者们 每天是要回家 是要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 所谓的闭环管理 并不是全封闭的泡泡 风险无处不在 日本的入境政策也存在着漏洞 19号乌干达9人奥运代表团 他们是拳击举重和游泳项目 5名选手4名教练 在成田机场入境的时候 其中一人病毒检测为阳性 进入被指定的隔离设施 乌干达代表团的另外8个人 却没有被视为密切接触者 而是呈专用巴士8个小时 直接入驻他们的奥运友好城市 大阪府全左野市 对这种处理方式 日本立宪民主党议员质疑 乌干达代表团入境后 是否是密切接触者 这个操作是谁来判断的 政府内阁官房的奥运会事务局负责人 大森康宏回答说 是入境处的检疫部门在负责 旁边的检疫部门负责人 立刻说不给我们管 谁接待谁负责 大阪府接待 大阪府的保健所来负责 大森康宏的眼神里 当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出现了一堆的叼叼叼叼叼 大阪府集村知识 在22号下午的记者会上也说 大阪府的保健所 只负责调查管理当地的密切接触者 乌干达代表团是在成田机场 千叶县的成田机场 被确认了感染者 所以没有大阪府的责任 大阪府全左野市以为 是政府内阁官房在管这个事儿 而且还派了一名职员接机 并陪同一起乘坐8小时的巴士 回到全左野市 奥运会倒计时31天 这么大的漏洞 好在发现及时 日本处理的也很速度 22号傍晚 大阪府全左野市保健所认定 乌干达代表团8人 和一同随行的全左野市职员 共9个人为密切感染者 这只是开头 后面还有几万名奥运代表团 和相关人员的入境者 乌干达选手是注射过 两次阿斯利康疫苗的 入境前96小时以内 也拿到了阴性证明 入境日本当天 还是被检测出病毒 这当中存在着疫苗有效率 病毒检测精准度的问题 事实证明两者都无法达到百分之百 日本专家认为 只有频繁的检测 才能应对这种病毒的不确定性 乌干达代表团的案例 已经对日本发出了 不可完全依赖疫苗的警告 日本政府专家组也提出了 赛场内进入观众的风险 然而刚刚结束的国际奥委会 与日本的五方会谈 一味强调理想忽略现实 东西奥委会是否能做到安全安心 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存疑虑和不安 27号新加坡乒乓球选手将入境日本 7月世界各国的奥运代表团 将大批量的入境日本 我们只能期待奇迹出现了 祝各位安好 你我都安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